好的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两万次为巅峰素基因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关于这个啊 表示这个底啊底部 我们在上节课里面讲到了这两个词根记得吗 found和这个潮影found 他们用作单单词的时候啊 都表示什么基金啊 资金啊 还可以表示成立建立啊 对吧 好 那么用词根的时候 我们说表示基础 或者是底底部的意思 好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另外一些 表示基啊底啊 这些一些核心的单词啊 从这个单词开始 好 这单词叫bottom 这单词应该不陌生了 我们中学就学过了 对bottom 注意 包括和它长得有一些关系的单词 什么base 这都表示基啊底啊 这个基本的意思 所以bottom 这单词表示底部 用作名词叫做底部 好 底底部 还有最后一名 用作雄词叫做最下面的 底层的都可以叫bottom 那么这个词根啊 我们说它也是来源于原始英欧语系里面的啊 因为原来是这么写的 不用管这个东西啊 好 你看 在这个后面的我们的这个日耳曼语系里面 好 就有的时候也写成这种 中央词啊 所以简单来说 他们其实啊 包括base 他们都是有关系的 来源都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 对表示基和底的意思 来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些常见的搭配和用法 这个bottom里面 这个om此时是个后缀啊 这个关键词根还是在这个bott上面啊 好 来 the bottom of their shoes 他们的鞋底啊 shoes 鞋子嘛 所以他们的鞋底 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叫做彻底的彻查谋事 彻底的调查谋事 彻底的查明谋事 比如说get to the bottom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case case 我们说叫案件 案例 所以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case 那就是彻底的把这个case 这个案件查个底 对吧 查个底朝天 彻底的调查这个东西 好 下面bottoms up bottoms up 把底端起来 叫干杯 对吧 我们干了就是这种感觉啊 干杯叫bottoms up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在某人的心底 比如说 还有一个比如说 在社会的底层 在社会的底部 叫做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bottom 一般表示底 底部 都可以 好吧 底和底部 来这些是这个单词 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些运用的语境 把它记下来 和一些搭配 好 下面这个词叫做bottomless bottomless 这个less 本身表示否定后缀 对吧 所以不见底的 你看 本身bottom叫底嘛 所以bottomless 就是不见底的 深不见底的 无穷无尽的 都可以叫bottomless 来 bottomless pitt 你看 叫做无底洞 这个什么叫pitt 接下来 这单词pitt 我们说一个坑 或者是矿井 一个矿井 深坑都可以叫pitt 这词叫坑 深坑 无底洞 深不见底的坑 或者取之不尽的东西 无穷无尽的东西 或者是无底洞 都可以叫bottomless pitt 好 来 这是个短语啊 下面这个词叫base 接下来 base啊 我们以前都知道 用作名词叫做底部基底 基底基部 对 都可以叫base 还有基础 基础 你看动词化叫基于什么什么东西 一般是base on 比如说base什么什么on base a on b 把a基于b 所以名词叫做基础底部 所以名词叫做基础底部动词 那就是基于什么什么东西 都可以叫base 一般是个on进行搭配 好 还可以表示大本营 活动大本营 叫做base 或者是你的 你的这个公司 的这个大本营在哪 叫做base 对不对 你的公司是base在北京 还是base在上海 对不对 就大本营在哪 叫base 好 所以用作名词动词 大概就是这意思 还有个意思表示群 注意了 表示群 一个群体 比如说customer base 接下来 什么customer base 叫客户群 where is your customer base 你的公司的客户群 在什么地方 注意了 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customer base 叫客户群 此时base 它具有群的意思 好 be based on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s 那么基于传统的这种什么草药 对 herbal就是草的medicine药物 所以叫中草药的叫herbal medicines 基于传统的中草药 based on叫基于什么什么东西 来下面 a powerful political base 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后面 based his conclusions on 他的结论是基于什么什么东西 基于某事 所以base a on b 他的结论 他的什么什么a 是基于b的 好 所以这个单词 各位小伙伴把它捞记住 名词表示基部底部 还可以表示大本营 一个公司的大本营叫base 那么动词化以后 就是基于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是以什么为基础都可以叫base 一般是base of 还可以表示一个群 一个群体 那么customer base 就分成叫客户群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个单词 来再紧急上下 下面这个词叫basis basis用作名词 它也表示基础的意思 它说base base当然也有基础的意思 此时is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所以basis基础 basis要基础 来on the basis of叫基于什么什么东西 on the basis of基于什么 a possible basis for negotiation negotiation叫谈判 谈判的一个可能的基础 possible basis一个可能的基础 on the basis 以什么什么的方式 或者以什么什么为基础 按照什么什么的原则 叫做on the basis 好 比如说一个公平的原则 那就是on什么 on the公平 公平的叫just 公平的正义的just 所以或者是fair 什么都可以了 fair fair本身也表示公平公正的 所以on the fair basis 或者on the just basis 以公正为原则 以公正为基础 为依据都可以 所以basis一般用作名词就表示基础 依据或者是根基都可以 好各位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场景 这个这个例句啊 他说的是这座 as individuals individual表示个人个体 we categorize categorize叫分类 objects 我们去把物品进行分类是怎么样呢 是基于什么 on the basis of 基于什么呢 基于our emotions 基于我们的情感来进行分类 所以作为个人 我们会基于情感来将物体进行分类 所以此时 categorize就是叫分类 始分类叫categorize on the basis of叫基于什么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好 这是这个句子啊 来下面 下面人字叫basic basic那就简单了 对吧 前面的base既然是基础 ic此时是做雄词后缀 注意了ic这个后缀我们讲过好多回了 他既可以做形容词后缀 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他也可以做名词后缀 表人啊 表物啊 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当他表人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词叫做mechanic 有印象吗 什么叫mechanic mechanic表示机械工维修工 前半部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词叫machine machine本身叫做机器 专门修理机器的人叫做机械工 维修工都可以叫做machine 所以ic啊 它既可以做雄词后缀翻成什么什么的 也能做名词后缀表示人啊 表示物啊 这都是可以的 好吧 所以basic 那么用做雄词叫基础的 基本的就可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常见的一些用法和搭配 第一个 叫basic principle principle原则 所以基本原则 basic foodstuff foodstuff 什么foodstuff food 本身食物 stuff 东西 是叫食品 基本的食品 比如such as cheese 奶酪啊 对不对 这个黄油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对不对 各种主食啊 叫基本的食品 叫basic foodstuff 叫foodstuff D和S连在一起 读词 foodstuff foodstuff 好 foodstuff叫做食品 所以basic foodstuff 那就是什么 foodstuff 就是基本食品 那下面 three basic types of tea 三种基本的茶 三种基本的主要的茶 basic cooking and camping equipment 基本的或简单的 cooking叫烹饪的 这个camp 什么camp camp我们说比较野营 对野营露营 所以camping 野营的露营的 equipment装备 camping equipment 叫露营装备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的 或者是简单的 这种烹饪和露营装备 叫basic cooking and camping equipment equipment 好 此时basic 表示基本的 或者是简单的 这个意思 来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这个词叫basically basically叫基本上来说 大致上面来讲叫basically 比如basically good 从本质上来说是好的 基本上来讲是好的 叫be basically good 从基本上 本质上面来说是好的 是善良的 来下面 下面这个词叫做basal 什么叫basal basal那就是肌部的 肌部的肌底的 这个比较简单 依然还是一样的 base此时依然还是表示基础 al此时是个雄词后缀 所以叫做肌部的 肌底的 注意了 一般是翻成叫做肌部 或者是肌底 都可以叫basal 比如说basal cells of the skin 皮肤的肌底细胞 注意了 basal cells叫肌底细胞 好 你看 那basal layer layer本来说是层 肌底层of the skin 皮肤的肌底层 所以basal一般是翻成叫肌部的 或者是翻成叫肌底的 各位啊 肌底层叫basal layer layer 好 这个单词layer表示层 basal cells 那就翻成叫肌底细胞就可以了 好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baseball baseball我们说叫做棒球 对叫棒球啊 这个棒球磊球都可以 base本身就表示基地啊 就基于一个基地去打那个球 大家都见过啊 叫baseball 垒球棒球都可以 所以baseball player 那就是一个棒球的选手就可以了啊 此时的base表示基地 好 有一个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球的运动就叫做棒球运动叫baseball啊 来下面的这个单词叫baseline主意了这个单词啊是在一些啊自然的海洋的科普的一些文章里面会经常出现叫基准线 本身比较简单base本身比较简单 base本身比较简单 base本身比较简单 基基础 line线所以叫基线 基准线 各位 好 他可以指什么什么东西的基准或者是基准线叫做baseline 也可以指棒球场的那个垒线啊 也可以指什么呢 篮球羽毛球场的那个底线 对吧 都可以叫baseline base本身比较简单 基或者底嘛 所以底线啊 注意了 他不是说做人的底线不是这个底线 而是在球场里面篮球足球的那个出场的那个底线 对吧 叫baseline 棒球里面的垒线或者是基准线 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基准线叫baseline 好 as a baseline for something 作为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基准啊 一个基准线 这个单词倒注意了 是考验英语 当年曾经考过的一个重点词汇 包括在雅思托福等高级别考试里面 这次也是会经常出现的 把下来啊 baseline 表示基准线啊 基准线或者是基准都可以叫baseline 好 下面 basement basement我们说就是什么啊 叫做这个这个棒球选 这个叫什么啊 叫做手累员或者是这个雷手都可以 这个base本身就表示 我们说棒球里面那个基地嘛 对吧 好 所以man人嘛 所以守在那个棒球的那个那个那个雷 对吧 我说那个基地里面那个人叫手累员或是雷手都可以叫basement basement the first basement second basement third basement 对啊 一雷手 二雷手三雷手 这都是棒球里面啊 一些专业的术语 好 下面 下面这个单词呢稍微还有一小点难度叫做basin 你看它的意思 盆 刘域 盆域 盆域啊 这个比如说像什么游艇啊船只停靠的那个内港都可以叫做basin 这个单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意思你看就盆啊盆域啊流域啊内港 注意它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它的核心含义就是一个低袜的东西一个低袜 低下去的东西部分这个base表示基和基底底或者是低下去in词是用作名词后缀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所以它只是一个低袜下去的一个地方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叫盆和盆地你看盆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盆地什么什么什么盆地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流域对吧什么什么两河流域什么亚马逊河流域流域也是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所以你看包括这个对不对 我们平时说的盆也是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一个一个底部的低袜下去的地方叫base 所以它的核心含义就是指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盆对不对盆地流域都可以叫base 所以这个单词它的核心含义其实是一个低袜下去的地方叫做base是叫盆啊盆地啊流域啊都可以叫base 来各位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这个搭配叫做啊putin basin一个布丁盆什么布丁盆各位 对不对对不对这样的盆就叫布丁盆好吧叫putin basin啊putin basin好来下面啊putin basin 下面the amazon basin亚马逊的流域亚马逊河的流域亚马逊河的流域 amazon亚马逊对不对basin本身叫做流域啊什么什么流域the pacific basin 太平洋的海盆太平洋海盆对不对好来所以表示海盆啊盆地都可以好下面啊yacht 注意了这个单词读作yachtyachtyacht叫游艇basin内岗停放游艇的内岗你看停放处一般都是滴下去的对不对上面是陆地下面是海水这样一个船对不对或者是一个游艇放进来 这样那个地方叫做也可以叫basin叫做内岗或者停靠处所以a yacht basin 此时就是一个游艇的一个停放处或者是一个游艇停放的一个内岗都可以叫basin 好这个单词它的一些场景用法那么主要就是这个基础啊表示盆一个堤袜下去的地方的盆啊盆地还可以表示流域还可以表示 像什么游艇船只停靠的那个内岗都可以叫basin好吧 啊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比如说这个比如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特点对吧人口众多对基础很好 所以就可以叫做abroad based economic growth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或者基础非常广泛的一个增长一个经济增长叫做broad based economic growth 下面community based叫做以社区为基础的community这单词一般常见的意思叫社区好 base叫基基于社区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叫做community based 来在这里面啊打主意了这个community这单词他除了用作社区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呢 记下来他本身还可以表示什么呢叫界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领域下来什么什么界什么什么领域都可以叫community 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这个短语叫做scientific community什么叫scientific community叫科学什么你就不能说科学社区错了不能叫科学社区我们一般是分成叫做科学界叫科技界啊科学界或者是叫做科学领域是不是都可以好 叫做scientific community它不仅表示社区它不仅表示社区还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界什么什么领域好是community based叫做以社区为基础的或者基于社区的都可以叫做community based来下面database叫做数据库数据库叫database这个就简单了啊 data本身就表示数据based表示群啊或者基础嘛对不对所以那种基础数据或者一个数据的一个群库我们称之为叫做数据库叫做data base别忘了这个base本身是有群的意思的对吧群体记得吗customer base叫做客户群你的客户群是谁对好所以customer base叫客户群 所以database就是那个数据的那个群或者数据那个啊那个基础啊都可以叫做数据库啊数据库资料库都可以叫做database database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搭配叫做database system数据库系统database software数据库软件啊数据库软件比如oracle对吧叫oracle啊 甲骨文的这种数据库软件也是很很出名的啊来application应用数据的这种应用程序所以数据库的系统数据库的软件包括数据库的一些应用程序啊好这是这几个短语database叫做数据库啊数据库来下面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faith basedfaith based叫做基于信仰的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了啊前半部分这个faith本身就是信仰的意思吧based叫以什么为基础的基于什么什么的所以以信仰为基础的基于信仰的就可以叫做faith basedfaith based就可以了好来下面这个单词叫ground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单词 接下来ground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学学过叫地面我们说很多这大头的单词可能都会和地球有关系地对不对啊是受到了我们地母盖亚的影响对吧好这个此时这个ground他也和地有关系叫地面啊地面 所以比如说啊ground floor对不对啊ground floor那就是地面的一楼一层叫ground floor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啊地面是它的第一个核心的含义 它还可以表示什么呢优势啊取得了什么样的优势我们叫做gain ground失去了优势叫做loose ground 比如说在这场辩论里面或者在这个选举里面某一方正在获得优势啊比如说某一方某一个政党the party is gaining grounds is losing grounds is losing ground或者gain ground正在获得优势正在丧失优势啊所以gain ground叫做获得优势 lose ground叫失去优势 好above ground below ground在地面上在地面下好吧这个比较简单 还可以表示充分的理由或者是原因这个短语啊这个这个用法是非常常见的注意非常重要 比如说undergrounds that基于什么的理由原因此时的grounds就是理由啊而且是正当的对充分的理由或者是原因 叫做undergrounds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正确的理由如下对不对 好I believe或者是I content I hold我认为啊这个做法这个东西是正确的it is true or it is right to do this 对不对好undergrounds that或者是 on several grounds on several grounds several叫一些 基于一些理由原因叫on several grounds 所以on grounds on the grounds that基于什么什么的理由和原因此时grounds就表示理由 原因好理由原因这个单词非常重要 其下来所以它既可以表示地面 地面还可以表示优势还可以表示充分的理由充分的理由说白了就是站得住脚 有立足之地的能够站得住脚的东西叫做充分的理由和原因 好吧能够立足的东西叫优势 所以它本身都和立足息息相关 各位grounds叫地面地面就是立足之地 对不对能够让你有立足之地的东西叫你的优势 能够有立足之地的那种那种一些一些找到了一些原因叫做充分的理由 所以它的核心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立足之地 叫grounds接下来 理由地面或者是优势都可以叫ground 来那么还有个单词叫grounds 什么grounds站不住脚的没有立足之地的 站不住脚的站不住脚的没有立足之地的叫grounds 简单来说各位叫grounds加个地说白了就是什么 你的你成熟的理由原因站不住脚的没有充分的依据的都可以叫做grounds 好吧站不住脚的立不住脚的叫grounds就可以了 好下面来看下面的这个单词下面的这个单词 就是什么呢就是脚踏实地的物实的 脚踏实地的物实的 就是落地的 因为不落地 我们说某个人对不对 做事情不落地 什么叫不落地 就是飞在天上天天就夸夸其谈的 是grounds刚好就是很落地的 对我们说某个人很落地 做事情是非常落地的对吧 非常接地气的都可以啊 所以grounded的叫落地的接地气的啊 有一种合理和现实态度的就是不是神仙的叫接地气的好吧 see very grounded and down to earth 看上去非常的接地气啊 down to earth非常的注重实际 好就已经落在地球上不是在飘在半空中了 所以似乎是非常的接地气 这个grounded的和这个down to earth 其实是一回事啊 就接地气啊注重实际对吧 物实啊都可以好 所以grounded的我们叫接地气的 持有合理和现实态度的好吧 都可以叫grounded 来下面这边叫grounding grounding那么就是什么呢 叫基础的训练 这个ground本身就表示地面 土地 陆地grounding 追了加了rmg 它是一个特殊用法 你看这个单词排序啊 15800多 表明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难的单词了 追了它一般表示一个基础训练 你看 a thorough grounding 一个全面的基础训练 a good grounding in grammar 在语法方面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训练 所以此时的grounding 我们就翻成基础训练 或者是叫做基本功训练的名词叫grounding ground 我们说它本身指的就是地面 地面的对 那个底 脚底的地面那种东西 底的 所以它指的是一些底层的基础的东西的训练 叫grounding好吧 a thorough grounding 一个全面的训练 a good grounding in grammar 那就在语法方面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训练 所以基础训练或者是叫做基本功 记下来 基础训练或者是基本功训练 都可以叫做grounding 好 来 再往下啊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ground water ground water 什么ground water 注意了啊这个单词啊 这个重单词啊 如果你要读音音 一般叫什么water 对吧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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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读美音 那就说water 对不对 water 所以ground water 那就是地下水 ground 不能叫地嘛 所以ground water 那就翻成叫地下水就可以了啊 好地下水 来 ground water level 那就是地下水的水位 level表示水平水位都可以 所以地下水水位叫做ground water level ground water level 地下水水位 ground water resources 地下水资源 resource 资源 资源 它除了资源我们说还可以表示什么什么财力 这个我们也讲过好多回了 对不对 比如说 a government with finite resources finite 叫有限的 一个有着有限财力的政府叫做a government government with finite resources resource 此时 第一它可以表示资源 第二个它还可以表示财力 所以a government with finite resources 那就是一个有着有限财力 有限财力的政府 所以ground water resources 那就是什么呢 地下的水资源 此时翻成资源 ground water 地下水 下面 下面的蓝词叫做ground work 那就是地下工作 或者基础工作 你看 所以它表示地下基础 grounding叫基础训练 基本功训练 所以ground work 那就是基础工作 基础工作 来各位 我们看这个搭配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task ahead 为前方的 为后面的这个任务 打下了一个基础 为打下了基础 lay叫做fung 对不对 好 lay a foundation foundation也表示基础 对不对 lay a foundation for something 为什么东西打下基础 此时就等于lay the groundwork for something 好吧 ground work 叫做基础 基础工作 或者是也等于foundation 基础 好 基础工作 或者基础 都可以叫做ground work 好 下面 下面的蓝词叫做ground based 叫地面的 基于地面的 这个没啥好说的 ground本身就是地面 base 基于什么 所以ground based叫基于地面的 地面的都可以 好 基于地面的 地面的 ground based stations 基于地面的这种 stations 我们说叫做什么 叫站点 什么车站啊 各种站 此时叫基站 尤其是发射信号 比如说那种 我们打电话时候那种信号 信号的基站叫station 所以ground based stations 叫地面基站 基于地表的基站叫地面基站 当然有地面基站就还会有其他的 对吧 就是空中基站 什么什么东西啊 所以ground based station 那就叫地面基站就可以了啊 好 来这上面大家注意了 基本上都和什么base啊 对不对 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派生词啊 那么主要就是这些 来再往下下面我们要讲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单词啊 是关于这个词根fact 好 来我们还是一样的注意了这个funk的这个词根啊 你记住啊 你看它又是一个原始英欧语系的一个词根 表示to enjoy去享受去使用对吧 去使用啊享受啊等等的这个基本的意思 好funk的使用啊享受起作用都可以叫funk的 来各位我们直接看这个词啊 这个词本身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 只不过你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它的用法 注意了 funk用作名词叫功能功效 名词叫功能功效职责 动词叫发挥作用或者是叫做运转 好发挥作用运转都可以叫funk 也就是大注意了 此时的ion啊 我们说 ion这个后缀啊 99%的情况下它都是一个名词后缀 只有不到1%的情况它可以做动词后缀来试 你看此时function 常见的意思是表示功能功效职责的名词 动词化以后就是什么东西在发挥功效起作用 在发挥功效在起作用在运转都可以叫funk 来各位 你看function as作为什么东西起效果 比如something什么什么东西 functions well 什么什么东西 something某个东西 functions well 运转运行得非常良好 叫做functions well 对不对 specific function叫做特定的功能 具体的功能 perform a function 或者fulfill a function叫履行这个职责 perform做旅行 fulfill也是这个意思 旅行某个职责 所以function的单词记住 功能功效职责是它的名词用法 动词就是发挥作用起效果运转都可以 什么东西运转良好 什么东西很有效果 对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都可以叫做function well 此时它就是个动词了 来走一下 它的一些常见的知道了function的功能之后 下面就是它的一些派生词了啊 functionally那就是功能的啊 这些functional是它的熊词叫功能的 加了ly变成负字功能的 好 functioning运转功能的名词形式 此时rmg做了一个名词后缀 因为function本身是动词运转运行 这是functioning运行的名词形式 比如说the functioning of the nation 国家的运行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mpany 这个公司的运行 好吧 所以functioning一般就叫做运行运转 或者是表示功能都可以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unctionality functionality注意了 注意在这个地方anality functionality它指的是计算机 软件或者是某种设备的功能 叫做functionality 功能 它的function要注意了 function我们一般叫功效 这个东西的功效效果 对不对 效果叫function 功效效果怎么怎么样叫function 动词叫运转 而functionality此时一般叫功能 什么什么东西的功能 比如说no loss in functionality no difference in functionality 在功能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比如说这两个电脑 对不对 这两个电脑 可能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一万 一个是五千 但是there is no los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functionality 接下来 there is no loss 或者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functionality between them 在他们两者之间 在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functionality 它一般叫做功能 性能 对不对 什么什么东西的功能 或者是叫做性能 都可以叫做functionality 好 所以there is no loss 或者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functionality 在功能 在性能方面并没有任何区别 好吧 好 下面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mal function mal function 什么叫mal 各位 function我们都知道了 就运转运行 或者功能功效 对吧 好 那么这个mal是干什么的 来各位 接下来 这个mal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锥 你把它记下来啊 你看 它的词员说 a faulty functioning 一个错误的运行 a failure to function as expected 对不对 预期之外的一个失败的一个东西 fail to function normally 没能正常运转 叫做mal function 好 所以这个mal 注意了 这个mal m-a-l 它表示一个错误的 或者是一个糟糕的等于bad 接下来错误的糟糕的不好的叫mal 比如说我们有个单词叫做maltreat 各位 什么treat treat本身叫做对待对不对 对待 好 而maltreat mal我们说等于bad 叫做不好好的对待 叫什么 大家各位 所以maltreat就叫做虐待 虐待某人对吧 虐待叫做maltreat 叫maltreat 所以mal function那就是什么 没有好好地去运转运行 叫做发生了故障 发生了故障 发生了故障 叫mal function 注意了 所以它可以做名词的故障 也可以一直动词叫发生故障 叫做mal function 比如说a computer malfunction 电脑故障 a malfunction in one of the engines 在引擎当中有一个发生的故障 其中的一个引擎发生的故障 所以mal function 注意了 就是没有好好地在运转运行 我们称之为叫发生的故障 叫mal function 故障 来下面 下面的词叫做per functory 什么per functory 这个单词是个难词 各位 排序 为什么说它是个难词 你从这个单词的词评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种单词其实非常简单 为什么它叫做草率的敷衍了事的 各位 叫做per functory per functory per 表示彻底完全一直 对 等于 thoroughly 彻底完全 funct 我们说词是指责 它表示功能 还可以表示职责 完全是在履行职责 完全是在例行公事 就是做事情后面贬义化了 对不对 就这个人做事情完全就是在 例行公事 完全就是为了去履行他个人的职责 叫敷衍了事的 例行公事的 敷衍了事的 草率的 都可以叫做per functory 所以关键这个funct 我们说这个词根 它表示什么 什么funct 它本身表示运转运行 还可以表示我们说的 什么叫做 有职责责任的意思 所以function本身又也表示职责责任 fulfill once function 履行某人的职责 所以完全是在履行职责 完全是在例行公事 我们称之为叫做敷衍的 草率的 例行公事的都可以叫per functory 来各位 我们看看怎么来用它 它一些常见的用法 第一个 ap functory glance 就是什么呢 敷衍了 看敷衍敷衍的看了一眼 这个glance 什么叫glance 就是快速的一瞥 就是很敷衍的看了某人一瞥 就是别人看对吧 别人让你看什么 你本身不想看 就那个快速的看了一眼 这种感觉叫做 ap functory ap functory glance 敷衍的马马虎虎的 对扫了一眼 glance表示 撇了一下 扫了一眼 这glance 下面 ap functory hand shake 一个很敷衍的 漫不经心的握手 握手的时候还看着对 看着天 叫做ap functory hand shake 下面 ap functory nod 或smile 一个敷衍的点头 一个敷衍的微笑 好吧 一个敷衍的点头 nod 本来讲点头 nod的点头 ap functory smile 一个很敷衍的微笑 比如说 某人说对 说你很帅 比如某人说老司机很帅 我就 嗯 一个敷衍的微笑 对叫perfunctory smile 啊 perfunctory nod 敷衍的啊 好 make a perfunctory effort 只是敷衍应该 make an effort 叫做努力 只是敷衍的努力一下 我们叫敷衍了事 so make a perfunctory effort 就是只是敷衍了事一下 只是敷衍了事的去装装努力 好吧 叫make a perfunctory effort 各位 应该 所以到了英文示意什么叫做perfunctory呢 叫做a perfunctory action is done quickly and carelessly and shows a lack of interest in what you are doing 做得很快 做得漫不经心 并且没兴趣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叫做perfunctory action 是要敷衍了事的把它记下来 就完全是在例行公事 对 叫敷衍了事 叫perfunctory 你看 they only made a perfunctory effort 他们只是敷衍了事了一下 好 they only made a perfunctory effort 他们只是敷衍了事了一下 好吧 好 所以这个单词啊 你看排序是2万多 已经是一个高难度的词汇了 但是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在例行一下公事 叫敷衍了事的 好吧 敷衍了事的啊 来 下面这个词叫做defunct defunct前缀第一词时 表示off远离或者是没有或者相反 funct我们说起效果起作用 所以 那么就起效果起作用的反面 已经不再起效果的 已经不再起作用的 已经不复存在的 好 已经不再起效果的 不起作用的 或者是不复存在的 都可以叫做defunct defunct 这是个雄词各位 你看 a defunct party 已经不再存在的震荡 以及已经不起作用的震荡了 好吧 不存在的震荡 或者不起作用的震荡 叫defunct party 好 下面这个词叫dysfunction dysfunction 它指的是关系行为的异常 就是relationship or behavior 对不对 一般用来describe 一般用来describe behavior or relations 去描述关系或者行为的异常 叫dysfunction 还可以表示身体的一种机能的障碍 也叫dysfunction 来各位 比如说 此时啊 dys它也表示相反关系 所以没法正常的运转了 对不对 所以叫做什么呢 出现了异常 出现了异常 或者是出现了障碍 对不对 尤其是机体的身体的机能障碍 没能去正常的运转 所以功能异常或者是功能不良 或者功能的机能的一种障碍 就叫做dysfunction 来各位 比如说severe emotional dysfunction 叫严重的情绪方面的障碍 或者异常 那种很严重的情绪异常 kidney and liver dysfunction kidney叫肾 liver叫肝 肝和肾的功能异常 或者是功能障碍 都可以叫dysfunction 注意了 所以dysfunction它一般指的是什么东西 异常不正常 dns表示相反 不对不对 所以叫不正常异常 什么什么东西不正常 或者是异常 就叫做dysfunction 严重的情绪异常 肾和肝的异常 或者是不正常 对不对 叫dysfunction 或者是它的机能有了障碍 它和malfunction 各位 刚才我们说malfunction mal 我们说等于bad 所以运转的很不好 运转的很不好 或者是故障 它一般指的是 你看 malfunction of a machine 机器等的这种故障 所以malfunction一般指的是故障 机器故障叫malfunction 或者机器不转了 不灵了 而dysfunction一般叫不正常异常 可以指情绪行为的不正常和异常 也可以指我们的一些器官 人体的一些器官的异常 或者是功能障碍 对不对 都可以叫dysfunction 所以这两个单词一定要去问清楚 因为mal它也表示bad 叫不好的 把不好好的再运转 叫出现了障碍 而这个dns也表示不 它们都是表示 这种比较负面的这种含义 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dysfunction一般指的是 什么 这种关系 或者是功能的异常 或者出现了机体的功能的障碍 而malfunction一般指的是 机器出现故障 好吧 机器故障 叫malfunction 好 就是这两个单词一些细微的区别 让你们把它分清楚 好 dysfunctional 那就是异常的 关系或者是行为异常的 或者人体的这种 器官组织 出现了异常 都可以叫dysfunctional a dysfunctional family 异常的 关系异常的家庭 对 关系出现了异常的家庭 叫做a dysfunctional family 好 下面 下面的词叫fruit 没啥好说的 名词叫水果 这个没啥好说的 对不对 中学小学一年级就学过这单词了 中单词没什么好讲的 fruit水果 动词化以后叫做结果 你看 所以名词叫水果 动词化叫做结果 或者是结出了果实 都可以叫做fruit 叫fruit 来各位 tropical fruits 热带水果 这个单词tropical 我们讲过好多回了 叫热带的 对 叫热带的 tropical 所以下面 enjoy the fruits of your labor 享受你的劳动成果 你看 labor your labor 你的劳动 fruits 成果 所以enjoy the fruits of your labor 享受你的劳动成果 your efforts will bear fruit 你的努力将会有所回报 你的努力将会有成果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个固定的搭配 注意了 叫做bear fruit bear本人叫做生长 生长出成果 生长出成果 所以你的努力将会生长出成果 就是你的努力会有所回报 你的努力会有结果 your efforts will bear fruits will bear fruit or bear fruits都行 你的努力将会获得成果 获得回报 叫bear fruit 好 下面 fruitful 富有成果的 风饶的 对不对 这个fool 可以理解为这个ful 满满的 满满的成果 所以叫富有成果的 成果丰硕的 都可以叫做futful futful 来各位 a busy and fruitful time 一个忙碌的 并且富有成果的时间 富有成效的时间 或者是时间段 a busy叫忙碌的 futful 富有成果的 有产出的这么一个时间 叫做a busy and fruitful time a fruitful time 就可以了 好 下面 叫fruation 注意了 注意在这个位置 叫fruation fruation 是它的名词形式 叫做实现完成 或者是收获收效 都可以叫fruation 因为它的动词叫做fruit fruit用作动词叫做结果 什么什么东西开花结果有成果了 此时啊 fruation 刚好是它的名词形式 叫做有成果完成实现 有成果完成实现的名词叫做fruation 来怎么来用呢 各位我们一般这么来用 叫做come to 或者bring to 或者reach fruation 已经得以实现 什么什么东西 come to 或者bring to 或者是reach fruation 什么东西得以实现得以完成 来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下面这个例句叫做 after month of hard work 在好几个月的辛勤工作 艰辛工作之后 our plans finally came to fruition 我们的计划终于完成了 终于实现了 终于有了成果 你看 so something come to fruition 什么东西完成实现的产出了成果 our plans finally came to fruition 或者是bring something to fruition 让什么什么东西获得成果 让什么什么东西完成实现都可以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用法 把它记住啊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fruitless fruitless那就是没有任何成果的 没有成效的 它的反义词刚好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叫fruitful fruitful 对 什么fruitful 富有成效的 富有成果的 所以fruitless就是它的反义词 毫无任何成果的 没有任何结果的 毫无成效的 都可以叫fruitless fruitless 你看fruitless effort fruitless attempt 没有任何成果的尝试 叫徒劳的尝试 没有任何成果的尝试 无效的 徒劳的尝试 都可以叫做fruitless attempt 好 下面的词叫做fruity fruity你看 有水果味的 有果香的 fruit是水果嘛 加了y变成熊子 所以fruity 有果香的 有水果味的 声音圆润的 对 都可以叫fruity 来 a very fruity wine wine酒 一个什么样的酒 一个果香四溢的酒 一个果香浓郁的葡萄酒 wine 一般更多指的是葡萄酒 所以果香浓郁的 果香四溢的 葡萄酒 叫做fruity wine fruity wine 来各位 看下面 this shampoo shampoo 洗发水 香剥 对不对 this shampoo smells fruity 闻起来有水果香 有浓郁的水果香 and leaves the hair beautifully beautifully silky 对不对 使得头发美丽丝滑 beautifully 叫美丽的 silky丝滑的 对不对 silk本身是丝嘛 silky叫丝滑的 头发柔顺丝滑 对不对 leafs the hair beautifully silky 让头发美丽顺滑 美丽丝滑 都可以 好吧 叫做beautifully silky 所以此时fruity 就闻起来有水果香味 叫做smell smell就闻起来 fruity 有果香的 果香浓郁的 还可以指声音 圆润的 比如somebody's voice is fruity 你不能说某人的声音 有水果香 难道从声音里面 还能闻出果香吗 不对 要声音圆润的 对不对 声音圆润的 叫做fruity 好 下面的单词叫做grapefruit grapefruit 叫做葡萄柚 本身这个grap 我们知道什么grap grap本身就是葡萄 所以这个单词 它指的是长得像葡萄那种颜色的这种水果 它叫做葡萄柚 好吧 叫做grapefruit 一般叫葡萄柚 它里面的颜色都是偏那种深红色 或者紫色的柚子 不是白色的柚子 那是另外一个单词 所以这种红心的柚子 我们一般叫做grapefruit grapefruit grapefruit 一般叫做葡萄柚 好吧 葡萄柚叫做grapefruit 好 下面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frugal frugal 表示节俭的 节俭的 省的 你看这个单词也是一个难词 排序 一万七千多 什么叫frugal frugal 你看这个单词 叫economical in use 在使用过程里面是非常节俭的 好 节俭的 来 基本上都是表示节俭的 这个基本的意思 好 那么为什么表示节俭的 各位 我要跟你好好说一说 本身这个fruit 我们说表示什么呢 水果 成果 对不对 水果啊 成果啊 有成果的 那种丰富的 那种丰富的 丰产的 为什么 所以fruit叫做水果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丰富的丰产的 对不对 啊 为什么引申出来的节约节俭的呢 因为有节约节俭才能产生这种丰富啊 富裕 这种类似的感觉 各位 我们有个单词叫thrive 看好了 thrive这个单词用作动词叫做繁荣兴旺昌盛 对不对 繁荣兴旺昌盛 我们也还有个单词叫做thrift 你看 这两个单词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而thrift叫做节俭 你看这两个单词你就发现有意思了 thrift叫节俭 而thrive叫繁荣昌生兴旺 这是中国的古老文化 包括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化 节俭才能诞生繁荣 对不对 就是俭以养德 勤以修身那种感觉 所以节俭不铺张浪费 对不对 勤俭持家 勤俭 节俭才能诞生一个繁荣的一个兴旺的小家国家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所以thrift叫节俭 而thrive叫繁荣兴旺昌生 类似也一样的 fruit水果叫做fruit 有成果的富有成果的 对不对 封产的丰富的 什么情况下才会封产丰富 就是我们说的frugal frugal 我们说词是要节俭的节省的 节俭节省才能诞生这种 对不对 丰富 丰产 丰富 丰产 繁荣 对不对 多这种感觉 所以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好吧 由于节俭才能诞生这种丰富大量繁荣的东西 所以frugal叫做节俭的 节俭的 好 这是一种技法 另外一种技法呢 这个单词啊 你实在记不住 这样多读两遍 叫frugal frugal frugal 俘乳啊 我们说的那个俘乳 俘乳就够了 对 frugal 吃饭吃的俘乳就够了 连菜都不需要 肉也不需要 叫节俭的 frugal frugal 俘乳就够了啊 吃的俘乳就够了啊 都不需要花钱 好吧 这种感觉叫节俭的也行 好吧 所以两种技法 你怎么记能把它记住 就可以了啊 那么最合理的应该是 由节俭才能诞生 繁荣兴旺昌盛丰富富足 对吧 所以fruit水果结果丰富富足 所以frugal表着节俭的 thrift 节俭 而thrive 也叫繁荣兴旺和昌盛 好吧 好 这个把它记下来 frugal用作熊词表着节俭的 live a frugal life 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 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 后面 frugal diet frugal diet 那就是节俭的饮食 好吧 吃的不要节俭就可以了 好 来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本节课里面 所有讲到的单词 小伙伴们下去 再好好的多看几遍 把它牢牢记住 好吧 那么本节课 我们主要重点讲到的是 关于这个 集合体bottom bass 以及另外一组fruit 他们引申出的一些核心的单词 好吧 下去抓紧时间 多复习几遍 把它牢牢记住 好的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